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动态 首先习近平在反腐行动中在出众权先从身边人下手 同时北京也在考虑对美欧汽车关税提至25%引发国际关注 接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强硬回应 中国对美制裁坚决反对并批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看娱乐圈的亮点 39岁的七威在乘风2024中表现出色 直言年龄焦虑荡然无存 展现出自信与魅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新闻台报道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尤其是在西部地区 那里被认为是党官最腐败的地方 习近平在反腐斗争中采取了先斩身边人的策略 试图通过清洗内部来树立威信 然而英国方面高韩已经掌握了中共 向俄国提供致命军援的证据 这一指控无疑给中共带来了更大的国际压力 同时北京方面也不甘示弱 威胁要将对美欧汽车的关税提值25% 以此泄愤 中共官媒更是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进行了猛烈抨击 称其言行猖狂恶劣危险性极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在回应 中国对前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及时二家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时 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沙利文在白宫简报会上指出 这些制裁措施是不合理的 并且批评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他还提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聚7意大利峰会上 与盟友就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达成共识 这一系列动作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和政治行为的强硬态度 今日华尔街的报道中提到 中南海智囊警告说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某些关键问题 可能会导致政权动荡甚至解体 习近平、李强和丁薛祥三位高层领导集体出动 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他们的目标是战天斗地 甚至不惜让水倒流 以此来维持政权的稳定和控制 然而面对国内外的多重压力 中共领导层的这些努力是否能够奏效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Mike Johns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应允许乌克兰 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实施战争 包括使用美制武器对抗俄罗斯 乌克兰议会议员 奥列克桑德拉乌斯基诺瓦 Alexandra Estinova 指出当前美国对乌克兰 使用美制武器的限制 使乌克兰在反击俄罗斯时面临困境 他提到俄罗斯利用这一限制 在边境展示装备 并摧毁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 而乌克兰因无法在俄罗斯 境内使用美制武器而无法反击 针对这一问题 美国两党议员致信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罗伊德奥斯汀 要求解除这一限制 然而奥斯汀表示 当前政策不变 强调乌克兰 应在其主权领土内使用这些武器 前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 John Herbst和史蒂文匹福 Steven Pifer都认为 解除这些限制 将有助于乌克兰 更有效地保卫其领土 减少平民伤亡 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女星期威 在参加芒果TV 竞演综艺节目 乘风2024时 以其撒爽洒脱的性格 和舞台实力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即将步入40岁的她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参加成风让她找回了当年 参加我行我秀时的专注感 七位认为 年龄并不值得焦虑 因为岁月带来的 不仅是外貌的变化 更是宝贵的经验和成长 在节目中 她看到了许多 年龄更大的姐姐们 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让她对未来充满期待 七位坦言 参加节目 更多是为了回馈粉丝 而不是为了展示自己 她在出舞台 上大胆选唱原创歌曲7 虽然紧张 但也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与丈夫李承炫 在节目中互相支持 共同研究 其他姐姐的表演 力求在舞台上 做到最好 联合早报报道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中 中国成为了 主要受害者 拉美多个国家 效仿美国和欧洲 对进口的中国商品 加征高关税 使得与中国的关系 变得紧张 墨西哥 智利和巴西 先后提高 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关税 哥伦比亚 也可能采取类似措施 美国宣布 提高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关税后 加拿大和德国 也表示可能跟进 尽管中国 对这些贸易保护措施 并没有即刻采取报复行动 但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出口 津贴问题 日益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 批评中国 强迫西方企业转让 关键知识产权 而中国则强调欧美的保护主义 不利于环保大业 虽然自由贸易体系 没有完全逆转 但全球贸易 正呈现去中国化的趋势 这对全球消费者 并非复应 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 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紧张 双方正进行新一轮 反倾销调查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冲击 可能分裂为排除 中国的新贸易安排 这将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加拿大之声报道 李贾内乐剧团 在林大卫和李珍妮夫妇的努力下 已经踏入了第30个演出季 林大卫和李珍妮40年前 带着对乐剧的热爱移民到加拿大 他们在1991年成立了 李贾纳华人音乐协会 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 和娱乐的场所 最初的成员有八九十人 每周六晚上在林家的地下室练习 协会成立一年后 举办了首场表演 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虽然疫情一度中断了他们的演出 但四年后 林氏夫妇准备重新出发 李珍妮负责声乐训练 而林大卫则负责乐谱抄写 编曲和指挥乐团 钟永妮是90年代加入的成员 她表示 唱大戏不仅让她找到了文化归属感 还能帮助她忘却生活的烦恼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台湾立法院二读通过 藐视国会等国会职权修正案 引发了三万人上街抗议 台湾立法院爆发肢体冲突 中国网民与学者 对台湾民主制度持不同观点 与此同时 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后 王毅批评其背叛祖先 令人不耻 在另一则新闻中 设在英港谍案的英级被告 不明原因死亡 引发了海外港人的高度关注 此外 维权人士逃亡加拿大后 仍然受到来自中国的恐吓骚扰 自由亚洲电台的使命 是向没有新闻自由的亚洲地区 传播新闻内容和资讯 并提供一个包容各类意见的平台 明报报道 泰国国防部 在中国军方和传播工业人员 访问曼谷后 改变了之前 拒绝中国制引擎的决定 原则上统一继续向中国 购买S26T潜艇 并在潜艇中 配备中国制引擎 美国防务邮报网站称 这一转变令人惊讶 并表示中国方面 想泰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提供潜艇模拟器和必要的备件 泰国军方2016年 决定以10亿美元购买 三艘S26T潜艇 这将是泰国海军60多年来的第一艘潜艇 虽然泰国最初要求使用德国制造的MTU396柴油引擎 但因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硬件出口限制 泰国最终接受了中国制CHD620引擎 明报 中日韩峰会预计 本月26日至27日在首尔举行 三国政府正在协调峰会成果文件 是否重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备受关注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熙计划出席此次峰会 消息人士透露 三国领导人将以未来导向的方式致力于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计划在2023年11月的三国外长会议中 进一步讨论经济、贸易、人员交流、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中日韩峰会自2019年12月后因新冠疫情等因素未在举行 此次峰会的重启备受期待 明报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WHA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台湾自2017年起为正式获邀 今年第八度扣关 由新上任的卫福部长邱太元率团前往 他表示 中国大陆的阻挠越来越大 台湾需要更加团结 争取更多国际友谊 邱太元曾多次以不同身份参与WHA 他认为台湾在健康、环境、医疗等方面表现优异 世界各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 尽管如此 台湾仍面临中国大陆的强大政治压力 邱太元呼吁台湾展现医疗实力 全民团结一致 抵抗阻挠 明报 山东何泽网络主播郭有才应在何泽南站直播爆红 吸引大量 网红蜂拥而至 导致当地扰民 郭有才以复古造型翻唱歌曲诺言 迅速走红 粉丝数日内突破千万 待望了何泽南站 然而 大量网络主播的涌入引发群魔乱舞的奇观 影响当地交通和居民生活 何泽市多部门联合应对 何泽南站也发公告 禁止广场文娱活动 郭有才随后转移到何泽国花博览员广场 继续直播 但宣布停播两三天以学习学习 明报报道 内地社交平台近日严厉打击奢靡炫富内容 许多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如 王红全新和鲍鱼佳姐被封禁 账号无法访问 王红全新是一位以富豪形象世人的演员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展示名牌手带 珠宝和豪宅 而鲍鱼佳姐则已炫耀珠宝首饰和奢侈生活闻名 此次行动是中央网信办2024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一部分 旨在整治网络上奢靡浪费和炫富拜金的现象 新浪微博等平台也发布公告 表示将严厉打击以最贵 天价为学头的炫富行为 并且针对夸大炒作底层群体挣扎生存的内容进行整治 明报报道 北京和上海共有56家出版社 联署抵制京东618促销活动 京东尚未做出正式回应 这些出版社表示 抵制是为了维护图书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称 这是国内出版行业对图书电商最大的一次抵制行动 认为价格战会导致高品质图书难以生存 京东图书部门负责人表示不解 称薄利多销是为了让利消费者 出版社则认为 电商平台垄断销售渠道后压低折扣 迫使出版社提高定价以维持利润 但又依赖电商平台卖书 因此选择抵制京东 明报报道 台中捷运日前发生持刀伤人案 造成一名17岁中学生重伤 经手术后情况稳定 已转入普通病房 协助制服嫌犯的马伟男也在术后状态良好 预计下周出院 台中市长卢秀燕向建议勇为的市民致谢 表示所有出力制服凶徒的乘客 可终身免费乘搭台中捷运 当局翻查闭录电视后初步认定16人可获嘉奖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示 以最严厉的态度谴责暴力与不法行为 警方也提醒民众警方冒名筹款的诈骗行为 并表示已介入调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